仗集说到童话和孔逆雪两人疯狂对峙 我问问在场的各位 你们结婚的时候 会因为一个不是男女朋友的朋友 耽误婚礼吗 你们会在送人去医院后 因为不放心对方 连自己婚礼都忘了 陪着对方在医院待上一天一夜吗 我们不一样 我和顾哥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我们的关系就像兄妹一样 明明是你思想龌龊 心思肮脏 顾晶月咬着牙 目光看着童话 他承认婚礼上是他做错了 他对孔逆雪没有其他想 绝对没有 你们会在结婚这天 为了一个发小 一天一夜不回家吗 哦 还是在这个发小有家人可以照顾的情况下 如果你们的妻子或者丈夫 在结婚这一天 陪了有一个异性朋友待一天一夜 你们愿意吗 不愿意 不愿意 王成确道 你掏空家里要两千块钱的嫁妆钱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是要了两千块钱的嫁妆 但大家知道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要的嫁妆吗 正常情况下 顾晶月因顾缺席 他的父母是不是要找人代替他去新娘家里接亲 对 这没错 是这样 但顾家没有 没有交代 没有认错 没有道歉 就好像那天的婚礼 是我一个人的婚礼 是我一家的婚礼 顾家做得过分 但这和你要嫁妆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想退婚 这种不拿我当一回事的婆嫁 这样不把我放在眼里的丈夫 我不想嫁 更不谢要 顾晶月目光死死地看着他 此时此刻 他才恍然产生了一种真切的认知 童话 真的不想要他了 我自身条件不差 不嫁给顾晶月 也一样能找一个好婆嫁 但我父母不同意 别说是为了我好 我爸现在是车间主任 这几年他一直想当副厂长 他不敢得罪顾家 不敢给我出头 他们逼着我连夜独自去顾家 去讨好顾家人 去给顾家做牛做马 如果我不去 他们就不让我这个女儿 他们好歹生养我一场 我再不情愿 也只能咽下血泪去顾家 因为作为女儿 我没得选 有些女知青已经红了眼眶 悄悄擦起了眼泪 同为女儿 同为女儿 他们都能懂 嫁女儿 给儿子换彩礼的事 在任何地方都不少见 孔蜜雪睁大了眼睛瞪着童话 他居然连这个也说出来 他就不怕丢童叔叔的脸 不怕让童家被人耻笑 王知青 你也有姐姐或者妹妹吧 王诚点了点头 他有妹妹 什么情况下 你们家会掏空家里 给他们当嫁妆 王诚脸色一点点变化着 正常情况下 别说他妹妹在家里 没那么受重视 就算他妹妹在家里受宠 家里也不会掏空了 去给他当嫁妆 除非妹妹嫁过去 能给家里带来极大的好处 不光王诚听懂啊 在场大部分人都听明白了 既然你不愿意嫁 为什么又非要这笔嫁妆 你是故意骗江里的钱 童话扫了他一眼 清冷的眼里 全部都是不屑和蔑视 结婚这天夜里 我一个人去了顾家 本来我已经想着 既然娘家不拿我当回事 有这笔钱 我对自己好一点 再哪过日子不是过呢 孔蜜雪心头的羞愤和耻辱 像是野草一样滋生钱 越长越旺 但顾家的态度 又给了我一个打击 我这种他们接亲 都不愿意接亲的儿媳 一个他们觉得犯贱 上赶着非要嫁到他们家的女人 你们可以想象 他们对我是什么态度 女知青们心里都挠不起了 顾家人亲事童话的各种场面 尤其是恶婆婆 所有未婚女人担心的恶梦 他们不承认缺席婚礼 是顾金月的错 不承认顾金月 是在医院照顾孔蜜雪 不觉得男方家里 没有去女方接亲是错 只觉得我这种上赶着 自己到婆家的媳妇 是倒贴的 下贱的 我以为他们对顾金月 和孔蜜雪的事是不知情的 谁料他们都清楚 甚至为他们的事隐瞒 他们还骗我顾金月 是因为出车祸才缺席婚礼 这样不明是非的婆家 我怎么敢待下去 我还怕哪一天突然死在顾家 被人顺理成章地取代位置 孔蜜雪心里咯噔一下 心里莫名生起一个念头 难道童话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 你胡说 你这是在诬险 你在胡说报道 不说别的 你以为顾家为什么愿意赔我五千块钱 若是你们未婚妻退婚 你们会赔这么大一笔钱吗 童话看向在场的知青 知青们都摇头 别说他们家没有这些钱 就算有也不会赔出去 肯定是童话捏着顾家巨大的把柄 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看向了顾金月和孔蜜雪 童话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威言耸听 你是在为你自己的言行找借口 大家是不会相信你的一面之子的 孔蜜雪 你有心急 你是独生女 无论哪一样 你都可以不下乡 你为什么会留在这当了知青 不光孔蜜雪 她一个厂长工 总不会没了工作 在不需要下乡的时候 下乡当知青吧 这两人下乡当知青 还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躲到了乡下来了 不是 不是 你和顾金月之间是什么关系 红牛大队的每个人都看得见 知青点的人也不都是瞎子 顾金月之前想要以独公督 故意对孔蜜雪在人前照顾有加 让童话吃醋 这是红牛大队所有人都看到 这两人关系确实是不清不楚 时到今日 顾金月给自己挖了一手好坑 童春景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又发现无话可说 她总不能说 顾金月故意这么做 让童话吃醋的吧 听上去像是脑子有急 当时她怎么就觉得 这个办法不错呢 她脑子也不正常了 我爸妈知道我退婚 还拿了顾家的赔偿 勃然大怒 把我关在了家里 一关就是好几天 不给饭吃 也不给水喝 童春景看向了童春树 目光询问她 童话说的是不是真的 还不是她自己的问题 若是她认错 把钱交出来还回去 妈不就把她放出来了 你们想过偷偷给她送点吃的 我为什么要给她送吃的 只要她认错 不就出来了 她偏偏不认错 还把爸妈都快气死了 童春景沉默了下来 她妈在电话里 提过童话搅黄了 爸当副厂长这件事 她现在已经分不清 谁对谁错了 顾金月胸口 像是要爆炸一样 堵得满满的 她不知道父母 没有人去替她接亲 她不知道她父母 对她的态度不好 她也不知道 她父母把她关起来 是连吃的喝的都不管 她若早知道 她不会不管她的 话话 我被关在家里的时候 家里进了贼 自行车被偷了 我妈骂了一天 惹怒了这些贼 后来那些贼 趁着家里没人 进了我家 可能他们也没想到 家里还关了一个人吧 我当时被人打破头 昏死了过去 我的钱都被抢走了 家里也被人 报复性的搬空了 我妈把这事算在我身上 认为我没有看好家 她抓我去派出所 要枪毙我 不少人倒抽一口气 哪怕不是他们的钱 他们也心疼 这么大一笔钱都没了 你没有存起来吗 我当时是准备 把这些钱都给我父母的 毕竟婚事取消了 我的名声坏了 影响了家里的名声 也影响了我爸的工作 我希望用这笔钱 能在家里 换一个容身之处 但他们的态度 让我太失望了 我就咬着牙没有认错 和他们赌气对抗着 童春树忍不住 想童话是这么想的吗 可是你当时退婚后 并没有立即回家 我当时要是回家 爸妈不会逼我 再去顾家吗 童春树张开嘴 想说什么 又没话说 若是当时童话就回去 爸妈肯定是让他回顾家的 你为什么要下乡 还给我报名下乡 我跟你有筹码 什么为他着想 他不相信那一套说辞 因为我收了顾家的钱 答应他们下乡 童话给远在京都的顾家夫妻 严严实实地甩了一个黑锅 知青们倒抽一口气 原来如此 仗势欺人 难怪舍得给这么一大笔钱 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这么做 你分明是因为 敲战了顾哥哥家这么多钱 不敢面对顾哥哥 才逼不得已选择下乡 算算我下乡的时间 就知道我是在拿了顾家一笔钱之后 就去报名下乡 那时候钱都在 我家也没出事 我有什么好不敢面对的 那你为什么要小树下乡 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童话眼神锐利奇 看上去是杀气腾腾 因为他眼瞎 喜欢上了你 你已经毁了童老二 让他在乡下待了这么多年 不敢回家 我不能让你再把童老四爷给毁了